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呢,他是我们新南沃尔士大学预科的升学制造官Edward 然后今天我们有幸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线上的讲解和答疑 最主要的呢,他会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新南Global的Pathway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课程 然后大家入学的这些要求啊,以及我们新南本科有哪些专业可能是你们未来可以去选择的一些方向吧 对吗,好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Edward 好的,好,谢谢Sara 好,同学们大家好,那我就,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吧 那新南沃尔士Global呢,就是我们呢,其实是新南沃尔士大学直属的这个预科 以及他的国际大一的课程的提供方 那这个我们和其他的预科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呢 那新南沃尔士大学是我们的这个亲的大哥 亲的大哥,所以这个我们无论是在课程的设置啊 包括老师的人员,还有这个教学资料方面和新南沃尔士大学都是高度一致的 目前我们新南沃尔士Global开设主要是三种课程 那第一种呢,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叫做预科课程 叫做Foundation Studies,那这个课程呢,是针对已经完成了Year 11的学生 那如果你们的Year 11的平时成绩达到了我们的录取要求 那同时你们的英语成绩,就是Year 11的英语成绩也达到了我们的要求的话 就可以就是去申请我们的Foundation的这个课程 那第二类课程呢,是我们的Diploma课程也叫做国际大一 那这种课程呢,它是,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新南沃尔士大学的大一了 读完之后是可以直接升到对应的新南沃尔士大学的本科的大二的专业里面去 那它呢,是要求大家是完成Year 12的学习 并且要有高考成绩,或者是这个国内,澳洲这边的HSA成绩,VCE成绩 就只要是有ETA就OK 或者是你读的国际高中有IB成绩,SAT成绩都是OK的 那第三类课程就是我们的语言课程,就俗称叫做语言班 那比如说同学们,大家可能最近考不了这个雅思或者是托福等等 没有语言成绩,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语言内测,叫做VEPT的内测 然后去判断你的英语水平,如果你足够好的话 你是可以绵雅思托福这些英语成绩直接进入我们的Foundation或者是Diploma学习 如果稍稍差一点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也有从10周到20周甚至更长的这个不同的语言班的项目可以package 所以读完语言班后,你考试全部pass,你就可以去升到这个对应的Foundation或者是Diploma课程 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设计了 但是我这边再强调几个就是我们新南威尔士Global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地方 就是我们非常自豪的地方 那第一呢就是我们是由新南威尔士大学直接控制,直接拥有 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 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预科呢其实是在澳大利亚是拥有最长的时间 我们已经有超过30年的这个预科的教学经验 所以任何国际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有非常专业的老师 非常这个亲情的这个student support team去帮助大家去解决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student support上面还有接纳 国际学生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 第三点呢其实这个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历史了 那就是我们其实是澳洲第一个接受国际学生 并且是开放英语语言 对国际学生开放英语语言课程的大学 所以我们整体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知道怎么去和国际学生相处 怎么去帮助大家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预科也好 国际大一也好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教学模式 还有课程结构都是跟着新南威尔士的本科一起走的 就是我们的教学模式基本是一样的 natural tutorial lab 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活动我在之后会去讲 好的 我们在介绍具体的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地图 这个黄线一类啊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Consington的校区 那在大学校区的这个正对面的话 那就有我们的这个新南威尔士Global的这个预科楼 其实我们的这个预科楼不单单是所有的课都是在这里面上了 那一部分的预科以及一部分的这个diploma的课程 就国际大一的课程 它其实就是放在这个大学的校区里面去上了 只不过它会分散在不同的教学楼里面 所以从第一天你们加入开始读预科或者是国际大一开始 那你们的这个校园体验是和大一的新生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所有的预科的新生其实都是可以加入 新南威尔士大学各种各样的上百个的这个学生社团 有各种各样的体育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的就是academic方面的这些student group都有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你找不到自己感兴趣的这个学生社团的话 你甚至可以自己去创立一个 但是你要去凑齐比如说十个人还是二十个人 然后有这个这样一个兴趣 那学校是可以拨款给你这样一个support 那总体来看新南威尔士Keyson的校区 包括我们的预克楼离city其实不是那么远 那从city central坐巴士或者是这个轻轨到我们的校区的话 大约只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离海边离邦大 还有Cookie这些海滩也是非常非常近 只有三公里的距离 所以大家课余之后去海边玩或者去city玩都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我们周围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住房的这个资源 因为它不像是在city的一些校区 一些学校它可能大家可能只能住在city附近 那第一个房租很贵 第二个它的房屋的选择比较小 那周围的Kensington还有包括Zetland 就是很新的小区 Roseberry也是很新的小区 还有靠近海边点的那边是叫Marubra 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价格非常合适的一个住宿 所以在我们这边读书的话 它的整体的这个生活成本也相对于是在city中间是要便宜不少 好了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 首先我相信大家就是选择来新南威尔士Globe读书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之后可以进到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 这所世界50强的顶级名项里面去读书 那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新南威尔士大学 它的整体的一个ranking 就是国际排名的状况 那首先呢今年根据QS的这个ranking 我们是排在了世界第43位 那这个ranking在澳洲境内也是非常非常强 可以说是前四或者前三这样一个水平 那我们常年都是在世界前50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ranking是在全世界2000多所大学中间排出来的 所以大家去用分子除以分母去除一下 就会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怎么样一个位置 那第二个是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学科排名了 我们在QS ranking上面的50个subject这个ranking 就是学科排名中间我们有23个是排在了世界的前50强 所以可以说是行行业业 方方面面各个学科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存在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学院 因为根据数据去看的话 现在选择读商科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今天呢我想讲的这些ranking呢 是可能和你们原来听到的有些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商学院 新南外市的商学院 它的整体的老牌的这些专业的这个performance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像今年我们的accounting和finance 就是金融与会计是排在了世界第15 那这个水平是在澳洲是全澳第一 所以莫大呀西大呀等等 他们都是在我们后面 那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陆续的看到很多同学 就是对商业分析 像business analytics 大数据分析 big data这块有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强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其实这些课程呢 在我们的商学院下面也是有开设的 只是我们没有直接把它标榜成 这个bachelor of business analytics 或者是bachelor of big data 而是我们会把它放在叫做bachelor of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商科里面的IT下面去交 那在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IT和商科 两个相互交融的这样一个专业 中间会牵涉到很多关于数据分析和商业分析这一块 包括定量和定性分析这一块 所以对这块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去考虑一下 那其实讲到这个大数据分析 它的最根本的一个知识的结构啊 最根本的一个根基就是 其实跟这个统计学和这个计量经济 economics是高度相关的 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这个ranking也是非常强 在经济和计量经济这一块 我们今年是排到了世界第34位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存在 那同时我们的商学院整体是受到欧洲的认证机构 和美国的认证机构的双重的认证 所以将来如果大家是想要去美国读研量或者是到欧洲那边 英国那边去深造的话 那你在新南这边的qualification这个学位是得到非常高的这个认可 另外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的NBA项目就是工商管理硕士 在亚太地区是排在世界第一 当然这是比较远了 可能大家以后读研的时候才需要考虑 那讲完商科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王牌 王牌学科就是我们的工程 那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前身呢 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程与科技的这样一个高等教育学府 那所以这个工程还有这个science engineering和science 一直是直跟在我们学业中的一个强势的专业 我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说我们的engineering faculty 是在澳洲是排第一位 而且不是总体第一 是可以说是每一个方方面面 不同的stream都是排在第一 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土木工程 sible and structure 我们的这个矿研工程 这个mining engineering都是排在澳洲第一 像mining的话 这一块我们是排在世界第四 全澳第一 sible是世界第十一位 那we和chemical engineering的话 也都是排在世界前40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说只要你是想学工程的话 简单来说南西南你就对了 因为我们无论是在ranking方面 还是在教学的内容方面 尤其是和行业的结合的方面来说的话 是做的是非常好的 我们的工程的毕业生在雇主 澳洲还有全世界的这个雇主的口碑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讲完这个engineering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理科嘛 science 这一块的话 我们其实除了有传统的这些像 优势专业像material science 材料科学 eventual science 环境科学 那我们在心理科学这一块也是非常强 今年是排在世界第22位 那心理学呢 其实在新南呢 是在两个faculty上面教 一个是在这个faculty of science上面 就是作为心理科学去教 他除了会教你很多心理分析的方法之外 他还会深入的去让你去研究 那这个心理和就是神经 还有脑科学这方面的这个联系 另外一个分支是在我们的人文科学 下面去人文学下面去教 但那个主要就是分析 比较注重于就是分析了 以后可以出来去做心理医师 那在science这一块 我想提到一个就是新南的一个 非常自豪的一个研究的领域 就是我们的太阳能 我们的photovatic engineering 或者叫做solar energy这一块 那它不是澳洲第一这样一个水平 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第一 那如果大家听说过 曾经的中国的一个首副 叫做Dr.施振荣 就是施振荣博士 他是无锡尚德太阳能集团的创始人 他曾经一度是通过这个太阳能的革新的这个技术 是把这个尚德做到了中国最强的这样一个状态 他本人也是曾经融度过中国这一块的福布斯的首富这样一个位置 那他呢就是早年的时候来到新南威尔士大学 去师从我们的Professor Martin Green 就是马丁格林教授 去在太阳能这一块 太阳能 solar energy这一块 有过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背景 那马丁格林教授呢 目前还在我们新南去任教 他呢是作为太阳能领域的话 是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台山北斗 那所以大家如果是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 那来我们新南也对了 来看一看大神们都是怎么样去工作了 怎么样去教学了 是他们最新研究的这些topic等等 好了讲完理工科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文科 因为很多学生包括家长都会觉得 我们的优势专业其实就是偏理科了 其实这样是其实有一点点偏差的 新南大师大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其实我们是能文也能理 就是能文能武 在文科这一块的话 我们的法律专业可以说是澳洲顶尖数一数二 今年的我们的law school是排在了世界第14位 这样的排名在澳洲应该是排在第二 或者是第三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这样一个状态 在本科阶段的话 大家可以去选择就是bachelor of law 加上其他的bachelor of其他的一个 family的一个课程去学一个double degree 就是双学位 出来以后你就可以去申请 就是成为澳洲的这个solicitor 就是事务律师 所以这一块是非常好的 那律师呢我就不多说了 他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个三高人群 就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 然后高这个认可度这样一个一种职业 而且现在无论你是打算留在澳洲 或者是将来回国 对于各行各业各个地方的这个law firm 就是这些律师事务所或者大的跨国企业 对于有这种双语能力 并且同时有这个海外律师执照的 这样一种人才的需求是非常非常旺的 因为举个例子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 他们比如说他们要去海外扩张 或者是跟海外的supplier或者是customer 有一些legal上面的一些问题 需要提供一些legal的advice的话 那他肯定是第一会选择在当地生活过 并且有当地这个律师执照的这样一种人才 那如果你是在澳洲发展的话 那澳洲当地的这些law firm的话 也是希望你是一个拥有双语能力的这样一个律师 比如说他们可以去把一些 跟中国相关的一些case去分给你去做 所以这一块是我高度推荐的 那同时在我们研究生阶段 我们也会有这个Jewish Doctor 就是法学博士的学位去开 那这个我就不多讲 大家到那个时候有需要的话 再来咨询我们 好的 讲完我们的法律专业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纯文科 就是Arts and Social Science 人文科学这一块 那这一块我们整体的排名是在世界第42 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强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Sociology 就是社会学这一块是排在世界第51位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心理学 各种各样的小语种 文化研究 国际政治 这些比较偏文科的这些专业 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好的 讲完我们的文科 我们再来讲一个可能大家一直会忽略的一个专业 就是我们的设计专业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一个偏理工科的 大家觉得我们偏理工科的这样一个学校 还有一个设计专业 答案是Yes 而且我们的设计专业呢 目前是开设在Patenton小区 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一个小镇呢 那这一块我们在设计方面 总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48位 我特别想讲一下 我们在建筑设计的方面 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今年是排在世界第27 澳洲第3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对设计 比如说像服装设计啊 工业设计 还有一些就是媒体的制作 多媒体的制作 这一块感兴趣的同学 不妨去来考虑 我们的Art and Design Faculty 去我们非常文艺的 这个Patenton上去读书 好的 再下一个专业就是我们 另外一个非常引以为豪的大专业 大大Faculty 这是我们的Build and Environment 我们的建筑与环境学院 那这一块我们的世界排名是第23位 在这一块的话 在这个学院下面 大家可以去学 包括Urban Planning 就是城市规划 Sustainable Build Environment 就是可持续的发展 以及我们的建筑 还有我们特别想讲的一个 专业叫做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这一块其实是可能很多学生 包括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这一块 其实它是这个建筑项目管理 但你出来读完以后呢 你可以去受到这个AIQS 就是澳大利亚的公尿协会师的 这个行业的认证 成为一个注册的公尿师 将来这一块 它的无论是在就业前几年 还是其他方面 比如说帮助你留在澳大利亚 这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新南的这个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其实是带有实习 所以这一块我也是高度的推荐 大家可以不妨来关注一下 那最后一个Faculty 就是我们的医学院了 我们的Medicine 那不用讲了 它的Ranking世界第46 也是相当强的一个存在 那今年出现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Update 就是说对于在国内 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 我们是破天荒的是 接受国内高考成绩 去申请我们的这个医学 医学方面的所有的这个专业 那这一块的话 可以说是在澳洲八大中间 是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的这一块 当然你还需要去参加 这个其他的这个考试 比如说ASAC这个考试 才能去竞争这个Doctor的这个学位 然后这一块 医学这方面 我还想讲的一点 就是新南外市大学的医学团队 目前是在参与 澳洲针对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的研发 以及研究这个新冠疫苗 如何是侵入人体的细胞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一直是走在行业 包括学术界 包括industry的最前沿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非常自信 那如果想要学医的同学 也欢迎来报考我们的medicine的faculty 好了 讲完这些ranking之后 我相信大家肯定有一些心动了 那新南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那好了 他不单单体现在这个学术上面 这个排名好 还体现在我们新南的这个毕业生 他对他的这个受到行业内的雇主的欢迎程度上面 那首先呢 我们从最直接的这个薪酬上面就能看出 新南外尔市大学的这个研究生的毕业生的 年薪的中位数是高达8万澳币 那这是在澳洲嘎大中间是排的第一位 其他的这个八大的他们的毕业生的中位数 收入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在73000 所以这个高出了整个10% 那我们的研究生的毕业生 他的这个salary的中位数就更高了 能达到12万多的澳币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非常开心 我们的学生通过我们这个非常高质量的教学 那他们的 大家得到了这个学术上面的素养 还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得到行业的非常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所以这一块的话 大家如果是从将来的收入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那新南外尔市大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好了讲完新南威尔市大学的这一块的内容 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 那就是我们UNSW Global 新南外尔市Global 我们的这些课程 在预课这一块 记得我们前面讲了吗 我们的passway课程其实分成三种 预课 diploma 就是国际大一 以及我们的语言课程 那在预课课程这一块 我们其实是有四种不同的预课 可供大家选择 根据长度的不同 分别分为transition 就是四个月的这个加速预课 九个月的standard标准预课 以及十二个月的这个标准延长预课 叫做standard plus 标准附加预课 还有最长的这个extended foundation 就是延长预课15个月 那这些预课呢 他们的时间长度不同 他们的录取要求也有所不同 可以说除了transition是要求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ETA成绩 或者是IB成绩 或者是高考成绩 这些高中毕业 并且参加的这个高考 类似于高考性质 这样一种成绩之外 其他的三个foundation 其实大家有了 IA11 就11年级 或者是国内的 国内的这个高二的成绩 就可以来申请了 那他们的申请要求 我之后会详细的去说 好的 这一块就是我们选择 预课的这个理由 我就不废话了 我们前面都讲了 那预课除了时间长度 分成四个不同的program之外 那在专业方向上面 其实也是有区分的 所有的预课课程 就是transition from standard foundation standard plus 以及这个extended foundation 它都是提供四个不同的 大的方向 四大stream 那分别是我们的science方向 就是理科方向 我们的commerce方向 就是我们的商科方向 还有我们的arts international方向 就是文科方向 以及最后的这个design and finance方向 就是我们的艺术与设计方向 那预课的这个四大方向 它分别可以衔接 新南万事大学本科的 几乎是所有的专业了 我目前还没有想到 不能衔接的 比如说像在商科里面 你就可以读到 新南万事大师的各种王牌专业 包括前面提到的 counting和finance 以及我们最最最最 你以为好的 新传业 actual real studies 这也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但是这一块的话 一定要 你的数学一定要非常好 然后一定要非常克服 因为这块其实讲实话 学习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而且它的 最后年读出来的人数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你就能读出来 但anyway 通过预科 你是可以进去的 那在理科方面 science方面 我特别想讲的 就除了大家可以学到 我前面讲的各种各样的 engineering的这个专业之外 还能学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 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专业 叫做aviation 就是航 这个飞行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有不同的stream的 如果你选择这个飞行员stream的话 你将来是可以拿到 这个飞行员的商业 驾驶飞行员的执照 真的是可以去开飞机的 而且我们本身在Bankstown 是有一个机场 包括我们也有飞机 可以给你安排 200个小时的 这个在天上飞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酷的 当然如果你不想去飞的话 你也可以去学这个空管 空管的方向 将来在机场 去做这个地面的 这个航空管制的人员 这一块的需求 也是会非常非常多 那具体的这些stream的话 大家就看一下 这个表格好了 我就不一一介绍 好的 这一页呢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一些 它的基本的这个录取要求 我前面已经说了 像transition program 它是要求你有高考 或者是ETA 或者IP其他成绩 它对同学们的雅思要求是 总分6.0单课的话 是写作5.5 其他单课是5.5 那standard的话是 standard standard plus 以及extended 那这三个余科的话 只要你有11年级的成绩 你完成11年级 你就可以来申请了 那对于昂少的学生来说的话 如果你现在在读year12 你们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拿到year11 就可以直接去递交申请 所以这块是非常方便的 那右边这一栏 你们其实这些雅思成绩 对于昂少读高中的同学来说的话 都不是必须的 我们通常会看你的 这个ERCL的这个英语课的成绩 如果它比如说你打了70% 甚至80% 我们根据课程的长度 不同的这个program 就可以去豁免你的这个雅思 或者是托付的要求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要求你提供这个平时的成绩单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学术方面的要求 这边就非常明确了 如果是transition program的话 我们今年对澳洲境内的学生要求是 ETA 68分 如果是国内的高考生的话 就是国内高考的所在省份的高考 满分的60% 那这一块的话 如果你达不到的话 但是你的year11成绩能达到70% 或者是平均分数必的 是在四门相关的这个学科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我们比较短的 这个9个月的standard 那如果是ETA 55或者是EA 1160的话 就是可以是12个月的这个standard plus 那最差的一个是 最长的一个是这个ETA 50或者是EA 1160的成绩 可以进15个月的这个延长预科 对应的国内的高三 对应的高二的成绩要求 分别是80% 70% 65% 这个非常简单 如果有不清楚的话 可以咨询 澳性的这个顾问老师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发给你们 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开课时间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这个slice里面看一下 如果有需要同学可以做一个截屏或者拍个照 那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 那我会总体讲一下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预科的program 每年都有三次开学 可以说每个月都有开学 三月份的开学基本都结束了 我们是在3月25号3月30号有两次比较主要的开学 下一波的开学是集中在6月份 是集中在6月3号 6月3号我们有12个月的standard plus的预科的开学 6月17号我们有15个月的extended的预科的开学 再后面一波就是我们8月份的这个standard标准预科的开学 以及我们的transition的预科的开学 都是在8月24号 所以对于现在还在读 year12的unshort的这个高中生来说 如果你们现在被迫已经回国 然后在国内上不了这边高中的网课 那不妨考虑我们的6月份开学的两个预科 或者我们8月份开学的预科 那目前我们所有的预科课程 包括语言班的课程 都是可以在线上去上了 都是可以online的 并且我们不限制你是不是在澳洲境内 也就是说你在国内你也可以上 所以这一点会很方便大家 不会落下太多 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个轻轻假设 比如说大家今年去参加ETA的话 那就像你的ETA发挥的非常好 明年能够赶上第一学期的这个开学 那你也是要在明年的2月份到2月底的时候 才能进到这边大学或者新南外市大学的大一开始读书 那如果你是从6月3号就开始读我们的这个Standard Plus的预科的话 那它其实衔接的是明年5月31号的新南外市的第二学期的开学 其实比你在国内就是继续继续努力 或者在澳洲这边继续继续努力 年底参加ETA考试 最后衔接明年2月份的这个新南大一的开学 只晚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省下很多的经历 一个是复习这边 A学校或者是VCE考试的这个经历 第二个的话 你是不用担心这边的高中 他没有办法给国内的学生开网课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替代方案 对应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8月份开学的这个Standard的这个预科 那8月24号他也是衔接明年的5月31号的第二学期的新南外市大学的开学 所以这两个方案都是非常好的 那对于目前在国内 在国内读高中的同学 如果你是决定就是还是打算去参加一下国内7月份的这个高考的话 那也不妨考虑我们8月份的这个Transition的Program 8月底的TransitionProgram 以及我们在8月底的这个DiplomaProgram 就是国际大一的Program 这两个时间要求高考成绩 我后面会讲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说一下Diploma 目前的话我们是提供有两个Diploma 就是两个国际大一 分别是Diploma Engineering就是工程学的国际大一 以及Diploma in Science就是理科的国际大一 那这两个课程呢 它是它其实就是和你的本科课程其实是packaged 就是打包录取的 它会我们会同时给你一个Diploma的offer 以及剩下来大二大三大四新南外市大学本科的offer 这两个都是packaged打包一些给到你的 如果你顺利的完成了Diploma的学习的话 并且你的所有的课都pass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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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顺利的深入到这个 新南外市大二的对应的专业 Diploma的课程的长度呢 它跟直接读大一是一样的 都是11个月 开学时间基本上也是一致 如果你是 抱歉我这边有点跳了 我来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要学我们Diploma 就Diploma和国际大一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吧 那第一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entry requirement 会比直接进新南本科的大一要低不少 那对于澳洲境内的学生来说 如果你在澳洲境内读高中的话 那我们的Diploma in Engineering 今年只要求你达到这个 这个ETA的74% ETA74 Diploma in Science的话是达到ETA的70% 那这个是比直接进新南外市大学本科的 Bachelor of Science或者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TA80多的这个要求 足足低了这个十几个点 所以这个是一条非常好的一个绿色途径 那大家肯定会好奇的 既然这个课 课程内容考试内容都差不多 都几乎都是一样的 然后读完之后也能进到这个大二 那Diploma 我们的Diploma这个陆基地就低这么多 进去会不会读不出来 所以这一点我们其实也是有考虑的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面 虽然跟大学是保持一致 但我们的课程时间是比本科大一要长不少 那我们的Diploma的课堂的Size也是要小很多 基本都是小班教学 一般也就是20个人左右 那这个是比大学里面 可能动辄上百号 大纪百号人的这个大课 Dactual要小很多 所以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问老师问题 老师也可以更加的去Focus在每一个学生上面 然后每周的这个教学时间也能够达到25 甚至达到30个小时 所以这块的话不用担心 我们是降低了一些路区 要求给大家一个绿色顺旋通道 但是我们也会给大家额外的帮助 让大家能够赶上正常的这个大一的进度 然后顺利的升到大二去 好的我们来具体看一下Diploma 那这一块的话 它是可以选到Engineering faculty下面17个 几乎是它所有的这个专业 包括我前面提到的这个 我们的王牌的土木工程和结构工程 我们的电子电器 我们的化学工程 我们的航天航空工程 我们的这个化学工程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全的 然后你会学到八门的专业课 八门的Engineering的专业课 附加一门额外的这个叫做 Communication Academic Literacy Course 这个其实就是英语课了 它其实会帮你很多 比如说告诉你怎么去 教你怎么去写诗诗啊 怎么去写论文啊这些 对于没有在澳洲读过书的同学来说的话 这一门课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这门英语课还会教你很多 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英文 一些社交的一些英文 怎么去跟老外同学老师 包括你将来的户主去打交道 以及澳大利亚的很多西方的这些英文 英文国家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的很多的这个 风土人情都会在这门课里的区域 就是非常推荐 那同样的在Diploma in Science这块的话 我们也是提供有16个方向的Specializations 就是16个不同的方向 可能大家选择 那这边是七门专业课 加上一门这个Communication for Academic and Literacy Course 那这边我就不多说了 那在SARS这块的话 它现前的课程也是非常多 像心理科学 像我们的化学科学 像我们的物理 以及很多基础科学 都是有提供 好了 在Diploma这一块的话 我们对于国内高考生的要求是 今年高考总分的62% 比这个我前面讲到的Transition 高两个百分点 Transition的话是要高考百分之六十 内套成绩的要求之前也讲了 那Diploma in Science是百分之七十 Diploma in Science是百分之七十 那其他的这些学位 或者是Communication 其实我们也接受了 不管你是人在澳洲 还是在其他国家 还是在中国 只要你是有IB成绩 SAT成绩 A Level成绩 那这些的话我们都是认的 并且我们已经考虑到 今年这个疫情会对这些考试的 这个Final Result产生影响 那我们都是接受这些考试的 这个Predicted Result 比如说IB的这个预顾分 我们是接受的 SAT的预顾分 我们也接受 A Level的这个预顾分 都OK 好了 在英文这一块 雅思这一块的要求 那也是比较清晰的 所有的Diploma 它的Overall 总体的雅思要求都是6.0 单科的话是写着6.0 然后其他小分是5.5 那我们也接受托福 或者是这个PTE测试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VPTE的测试 如果你是在澳洲读书的话 Again 这个雅思你不是语言成绩 就雅思不是一定要提供的 那满足我们的语言要求 可以通过你的这个VCE 或者是HSC的这个英文成绩来满足 我们会到时候去看一下 你的这个分数是多少 好 大家关心的这个开课时间的话 Diploma 那每年也是有三次开学 第一次是在1月 第二次是在5月 第三次是在8月 今年剩下来 也就是5月11号的开学 以及8月31号的开学了 但对于今年 还没有参加澳洲 HSC或者是国内科学同学来说的话 那可能只有8月31号的 这次intake 以及2021年的 1月份的这个 Diploma的intake 比较相关了 所以这两个intake时间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对于目前就是 在国内去年参加过考考 但是for some reason 还没有过来读书的同学的话 那到时可以考虑我们 5月11号的这个 Diploma的方程 好了 最后这个语言班的信息 我就不展开去说了 就是我们的语言班 是有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Academic English 就是学术英语 主要分成UEC 就是给本科和研究生用的这个语言班 以及FEC 就是给我们预课 以及国际大音用的语言班 那这两个课程的话 都是能够配到 最高能配到20周的语言 那如果大家还是需要更多的语言班 比如说你的亚思成绩 还是比较低 可能需要配更久的话 我们前面还可以再加配 10周的叫做Essential Academic English 就是基础的这个学术英语课程 那这块的话 我就不展开跟大家去介绍 那二星的顾问老师 会给大家这个非常detail的 这样一个指导 最后的最后 我来讲一下 我们目前的这个奖学金的状况 我相信这块 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内容 我们的预课的话 和不管是预课还是diploma 目前我们都能给到 7500澳币的这样一个奖学金 那对于Transition的话 就是最短的那个加速预课 因为他课程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个最大的金额是5000 那如果你是在澳洲境内读书的话 如果你是在澳洲境内读书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对你的 比如说year11或者year12成绩 是有明确的要求 如果你的year11成绩 有单科 就是跟你所学专业 所学一科的方向 相关的单科能够达到80% 或是Bplus这样一个水平的话 你就有机会拿这个5000的奖学金 如果你是有三门课能够达到Bplus 或者是80%的话 就有机会拿到7000个奖学金 那讲到这里 你肯定会问 什么是相关的这个课程 那比如说你是学这个 比如说预课 你打算去学Science Stream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你的数学呀 生物呀 化学呀 物理这些 那至于什么Chinese 或者是Japanese Korea这些 第二语言 我们是不看的 好的 最后想讲一下 这个我们所有的奖学金 都是自动审理 所以你其实是不需要单独去提供 这个你的成绩单 去申请我们的奖学金 你只需要去提交 我们的预课的课程的申请 或者是diploma 国际大语课程的申请 我们就会自动去帮你去审 但一定要注意时间 因为我们的奖学金 这一轮其实截止时间 是在4月底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一个 EA11成绩 哪怕你是打算申请 8月份或者是明年的 这个预课的开学 下半年的预课开学 你不妨在4月底之间 赶快第一个申请商量 这样的话 你可以先锁定这个奖学金的机会 4月底之后再去申请了 我们就不能再去考虑 这个奖学金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所有的update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面就是进入这个 Q&A的答疑的环节 好的 我这边看到 Louis成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 就对 今天它是有一个 IELTS这边是British Concern 提供了一个新的 一个考试的方式 就是叫做 其实是叫做 IELTS Indicator 这样一个考试 它是可以允许学生在家里面去考的 那目前我们的admission teams正在研究 是否可以去接纳这个考试的成绩作为 雅思的一个替代 好的 大家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我收集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刚刚看说你好像里面有一些已经回答的 比如说他们比较关心我们预科一年有几次的开学 然后这些预科最终链接的是我们后面的哪个本科 我看您之前里面有一张PPT有解释了这个问题是吧 对的 这边我再详细讲一下 我给大家找一个网站 稍等一下 我去换一个截屏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浏览器吧 可以看到 好的 这边我去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 首先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USWGlobal的一个关键词 来到我们的官网 然后呢 点击这个program这个button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 copy在右边的对话框里面吗 大家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好的 然后我稍后copy 这边大家会看到一个叫做USWDegreeChoice 我马上把链接分享给大家 好的 链接在这里 然后一旦到了 哇 谁的火车 声音好小 一旦到了这个页面以后 你就往下能看 这边有一个degree name什么的 这样一个button 你可以在里面输 比如说 假设我们的学生 是想学这个建筑 在西南去学建筑 然后你会发现architecture 你输一个关键词 它就会自动跳出来 你会发现它有单独的 它有这么多课 其实跟建筑都相关了 包括实力建筑啊 包括这个正常的architecture study 你会发现实力建筑 你会发现它是要求你在预科的时候要读什么stream呢 是读这个designstream 然后你的预科的升学条件也写在这边非常明确 预科要达到8.0 英语要达到b 然后对应的 他的这个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study 他在新南有两次开学 那term1和term3都有开学 所以你不能选择这个预科 显接到term2 因为那样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显接到这个第一学习和第二学习 第三学习开学了 就大家在选课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网站作为一个参考 好的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回答了 好 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预科毕业和高中毕业有区别吗 好的 这个是有区别的 那首先呢 就是大家不管是选择读高中 完了之后参加高考 或者是这边的HSAVSA考试 进大学还是读我们预科 那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 比如说像新南万事大学 那如果你是已经认定了新南这一块的话 那其实通过我们的预科 往上面升的话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首先呢 就是澳洲这边的这个高考 那你需要和本地的domestic学学生去通胎竞技 那新南万事大学这一块 他对国际学生啊 对于本科大一的国际学生 他的ETA要求 是比国内的学生 就是澳洲当地的学生 Local学生是要低一些的 但低的很有限 比如说低1%到100% 最多也就1%了 一个点到两个点左右 比如说他的comments是要达到ETA快90多 这样的话 这个压力其实挺大 所以意味着你要干掉 澳洲当地90%的这个高考生 你才有机会进入到新南万事大学读书 但同样的如果你去申请我们的预科 或者是我们的国际大一的话 那这个要求就会 入学门槛就会低很多 比如说国际大一的话 sorry 这个商科这块还没有这个diphone 比如说你的engineering这块 他就会一下从这个ETA80多降到ETA74 或者是science这块就会降到ETA70% 所以入学门槛上面有很大的差别 预科就更不用说了 你可以直接连12年级都不用读完 不用参加高考 直接用你11年级均份80%到60%之间 你就可以去考虑来申请我们的不同程度的预科 取决于你是在国内还是在这边 所以这是第一点不同 那第二点不同的话 它是在可能是在你的文凭上面会不同 那这边我也必须实话实际讲 如果你是读高中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高中毕业证 但这个是一个官方承认的一个毕业证书 如果你是来读预科的话 你实际上从预科毕业你是没有qualification的 因为预科从在澳洲的教育部门里面 它是被分为叫做non-world课程 就是非学位授予课程 但是如果你最后看的结果 都是拿到本科毕业证的话 那这一点是完全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的预科的网课 是针对所有的学生都开放 境内境外都开放 所以你选择预科的话 不会受到目前澳洲部分高中 他对国内开不了网课的这个限制的影响 那对于国内的同学来说的话 这也基本也都差不多吧 如果你不想参加这个高考的话 因为新南大学大学 它其实今年也是降低了一些高考的成绩的要求 但是它的高考成绩要求普遍 也是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75%到80%以上 其实还是挺高的 如果你不想参加高考 或者说你觉得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你的高考成绩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 那我们的国际大一62%高考成绩的要求 或者我们的transition60%的要求 刚好总分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好 我先说一下 我们还有三个问题 是我事先收集的 那之后的话 在群里面或者现在在听的同学 还有问题可以key in在我们的群聊里面 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群里面问 好吗 趁Edward在有问题 大家尽管问 反正我们今天人也不多 也不要怕不好意思 第三个问题是 预科能学哪些专业 然后他们读完预科以后 本科这些专业能换吗 好的 预科的专业 其实预科他没有专业分那么细了 他只要只是这个四大方向 就是四个stream 我前面在PPT中间也有讲 主要就是商科 commerce stream 然后理工科 science stream 衔接所有的engineering science和医学的这个专业 在本科的专业都是要从science stream去进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艺术与设计专业 以及最后的这个人文专业 所以它是四大不同的方向 它衔接几乎是新南外事大学所有的 这个本科的专业 那至于你读完预科你到升大一的时候 你能不能去换 比如说你一开始进预科 你读的是商科 然后呢 你本科 那当时拿了这个provisional的offer 从新南外事大学拿了provisionaloffer 也是商学院的这个batch of commerce的这个offer 那你能不能换到别的专业呢 那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要看你具体要换到什么专业 以及他们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样 那同样大家回到这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个商科的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比如说像commerce batch of commerce 我来找一个单的batch of commerce 单学位的 单学位可能不是非常适合 比如说你要学商学位的话 那其实你学 如果是你在预科是读的这个science方向的预科 但是你在本科的时候是可以同时学这个商科的本科 加上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本科去学一个双学位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余地 那我们原则上呢 就是说会看 比如说你要从商科换到science的话 我们会看你的 你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背景 那就算你在预科阶段学的是商科 但如果你在高中阶段有过比如说物化生这些专业的这些课程的学习背景 比起成绩还不错的话 那同时你的数学也还不错的话 我们是可以允许学生去换到从商科去换到science里面去的 那对应的话 那文科的话基本上也是就是你从commerce往里面换的话 基本问题也不是太大 所以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灵活的 嗯好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学问 因为之前我们有宣传过一波奖学金 然后同学看到了 就问说四个月的transition 你也可以申请奖学金的吗 是的 四个月的transition 目前能够给到最高5000的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呢 它是自动授予 自动审理 所以你只要去在四月底之前 去提交你的transition的这个申请 哪怕暂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雅思要求 或者是暂时还没有高考成绩要求 你先定一个申请 拿一个conditional offer 那也是有机会去锁定这个奖学金的机会 那同时呢 我还想讲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预科在读期间 包括你读完预科之后 也是有机会拿到更多的奖学金了 因为新浪外势大学今年是提高了 大幅提高了这个奖学金的金额 那基本上是原来的三倍了 那如果你在预科的成绩表现比较不错的话 你是有机会拿到一万二币的这个叫做 Global 这个名字跟我们学校 跟我们这个 因为上面Global一样 但其实是新南这边给的 Global奖学金 这个是一万二币 它也是不用申请的 自动给 那如果你成绩非常非常好 就是 比如说GPA八点几以上 甚至达到九点几 你是有机会拿到新南的半奖 甚至是全奖的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是ungoing的 就是说你每个学期 在之后都有机会拿到这一笔的奖学金 但是你要满足新南 每学期的GPA的要求 好羡慕学霸 好好学习 对你们现在还有机会 才高中 你们绝对有机会拿到这些奖学金 是的 第五题就是 预科成绩万一不达标 本科要怎么办呢 好的 这一点我们其实也有 一看学渣问的 真跟前面一个差太多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一点我们其实也考虑在里面 那预科的话 我们是有不同的这个 备选方案 比如说你如果没有达到 新南的本科的大一的 直接的这个要求 那这个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个网页 我鼠标放在这边 比如说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Commerce 他的要求是GPA八点几 然后预科的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 如果你没有达到GPA要求的话 那如果你稍微低一点的话 我们是可以考虑 让你去进我们的Diploma 通常情况下 它会比这个是要低一些 比如说GPA能够达到 七点几的情况下 就可以进到Diploma 那这块详细的信息 我会之后再跟 奥信的郭老师去分享 然后他们会在群里面 跟你们分享 那如果你是英语 预科的英语 没有达到这个B的要求 那technically 技术上你也是没有办法直接升到 新兰的大义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个UEC的语言班 或者是配我们的语言班 或者是做我们的VPG的语言内测 去看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 就是新兰那边的要求 那如果你这一块不想做的话 到时候你也可以考雅思 去达到他的语言的要求 新兰本科的语言要求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你跟这个本科的这个录取要求 差的比较多了 就可能是 比如说六点几啊 五点几啊 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是可以允许你重读第二学期了 就是你不用重读整个预课 不用把一整年的预课重新读一遍 那样比较浪费时间 比较浪费钱 那我们会 你重读之后 我们只看你重读那一学期的这个成绩 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第一学期的预课 原来第一学期的预课 比如说适应 没有适应的很好 导致第一学期的GPA不高 你重读第二学期的话 我们就不会再看你第一学期的这个成绩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那最糟糕的情况是 你可能要重读整个预课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允许学生最多重读两遍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是给到了大家非常多的options 嗯 好的 那还有问题 如果还不是 有个同学 好像路易斯他又问了一个 如果在其他学校读工程的预课 预课毕业可以转到新南读diploma吗 这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diploma其实对于其他学校的这个foundation 他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录取要求 那我之后可以和二星的顾问老师去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你的预课 是八大的预课还是非八大的预课 如果是八大的话 他的录取要求基本上是和我们的 我们对自己 global自己预课学生的录取要求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非八大的话 就会 就会稍稍高一点 这个呢 之后在群里面沟通 对 这个路易斯你之后可以 我刚刚在右边已经打了我的微信嘛 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或者群里面 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今天没有来得及问的 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然后之后我们的顾问老师呢 会单独针对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给到你们一些每个人不一样的建议吧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特别感谢Edward给我们讲的 刚刚看到有同学说 哇老师讲的好细啊 谢谢Edward给我们分享那么多 比较有价值的吧 所以在高中的同学 你们现在目前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先把功课搞好 然后呢 把成绩11 12年级有成绩的 可以直接找我们群里面的顾问 或者加了我之后 我可以安排顾问老师给你们 看看你们怎么样做一个打算 是申请预课的passway 还是说参加完高考 再申请我们新来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好的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 谢谢Edward 谢谢 大家记得保持距离哦 我们还是要一起加油 把这个疫情的事情打过去 好吗 没事不要乱跑 好好学习 祝大家平安 我们期待在悉尼见到大家 好 那就先这样 谢谢Edward 谢谢大家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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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